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长公主殿下准备了金串 还有我的 大家竟都备了东西 倒显得我小气了 等以后我再给你们学些好的 多谢小殿下 多谢小殿下 这江儿姑娘在旁边也不说话 难道是准备了什么特别的礼物 我什么都没有准备 不会吧 长公主殿下对江儿姑娘这般优待 你竟然连礼物都没有准备 臣女有罪 还请殿下 不用说了 宁宁 我知道 我全都知道 天下知道什么 没准备礼物又有什么关系 你在家里的难处 燕林都对我说过 我看你心神不宁的 一定是回去受委屈了吧 你误会了 我只是 我懂 我都懂 总之你能来伴读 便已是我收到最好的礼物了 这些你喜欢的都可以拿去 你放心 有我在 一定不会让你受委屈的 原来这就是 宠臣的感觉 我会想到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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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想到你了